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毒的生物就是蛇了 但其实对于这三种剧毒生物来说,蛇的毒性不值一提 1.蝙蝠 蝙蝠是一种特别神奇的物种,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5000万年的历史了 蝙蝠飞行的时候看起来体型非常大,可以和燕子相提并论 但其实它的体重只有1.9克,因为它的翅膀能展开16厘米 所以就给人一种体型庞大的感觉 在500万年前,蝙蝠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可以与无数种病毒共存 在自然界可谓是畅通无阻 2.大理石玉罗 大理石玉罗拥有着网状花纹的贝壳,光是看它的外表就剩得慌 但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它的毒线,可以直接去射杀猎物 并且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仅仅一滴就可以致20个人死亡 倘若有人被其遮到,轻微者会疼痛到四肢无力,严重者很有可能死亡 大理石玉罗平时是以软体动物和一些小鱼为食 通常捕食的时候,它们会将满是毒液的齿蛇刺向猎物 然而当它们捕捉完猎物之后,也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那就是,没使用一次齿蛇就会断一次 而下一次再长出来,还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3.绣花几时弱蟹 绣花几时弱蟹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马赛克蟹 它长得非常美味可口,浑身都是偷红的,像是烹饪了一般 人们看着都会垂涎三尺,但其实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 仅仅是一只蟹所产生的毒素,就可以把4500只的小白鼠给毒死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种螃蟹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手去触碰 更不能把它端上餐桌,这很可能会致命 大家觉得这三种动物哪种最毒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